欢迎来到Vivian的三语小课堂 这个消息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假消息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消息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是煲水消息 此外 粤语中的煲有关的还有订煲 订煲通常形容情侣分手 他们吵架吵得分手 他们吵架吵得订煲 你们分手之后还有没有见面呀 你们订煲之后还有没有见面呀 此外 粤语中的订野是摔东西 扔物品的意思 你不要扔物品下楼 会弄伤人的 你不要扔物品下楼 会整差人的 你发脾气就会摔东西 你一发脾气就会扔物品 刚刚我们有提到 煲水 扔煲 那么和煲有关的词语 还有 有人肯定就有疑问了 怎么广东人连电话都可以包粥 这里的 是指长时间通过电话和对方聊天 粤语叫 原本 来自广东话的 这个字在广东话里面是指烹饪方面的长时间煮 那么这么长时间打电话就是 今天我教给大家广东话里面常用的粤语俗语 现在我们来请现场的小姐姐和我们一起复习一下 好了今天的Vivian巧克力糖就到这里了 每周三次 每次三分钟 教你轻松学语言 请你继续锁定新动力600国际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